我对于藏人最开始的了解 实际上是来源于2013年参与民政 第六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的时候 才第一次真正正对藏人有接触有了解 当时我非常受感触 因为当时听到了很多年龄大的藏人前辈讲述 他们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 他们的父母带着当时只有5岁到10岁之间的他们 穿越这个喜马拉雅雪山 一路流亡到印度整场这个过程 然后在这之后又看到有李江玲女士写的 关于在50年代和60年代 当时中共所谓对于藏区这些叛乱的这些镇压 所屠杀的几十万甚至有可能是上百万的这种惨状 然后特别的感受就是说 因为共产党在藏区几十年的这种掠夺这种非法战侵略是非常不对的 然后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发现在整个加拿大实际上藏人只有9000多人 而在多伦多藏人只有6000多人 可是在对抗中共的每一场活动当 基本上每一场活动每一场事件当中 藏人还有维族人永远是声音最洪亮的一批 所以在此我也非常感谢藏人 因为你们的起义不仅仅是代表藏人的起义 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在被中共统治下所有人的这种勇敢的这种抗暴活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